热门歌手沈文成在今年5月1日这个重要的日子里,在台湾最具盛名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一场,名为国际沈文成日,5月1日笔下案的台北返场演唱会。 在这场盛宴之前,他将在4月21日出席由好友许长德精心策划的《破浪人生音乐会》,为正在病床上与病魔抗争的陈颖洁加油鼓劲。 去年因为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被判处三年两个月有期徒刑的陈颖洁,在入狱后不久,就因为失智,中风等严重疾病,申请保外就医。 为了帮助这位多年来没有收入来源的朋友渡过难关,音乐人好友许长德决定举办这场《破浪人生音乐会》。 沈文成在4月17日出席演唱会宣传活动时,感慨万分地表示,尽管与陈颖洁已经长达20年未见,但是陈颖洁始终是他出道以来的大恩人。 他动情地说道,我曾经为他创作过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,比如云忠岳,每逢他转站新唱片公司,总会向老板推荐去找沈文成吧,他会帮你写歌。 沈文成还透露,自己曾经一度面临无唱片公司可签的困境,正是陈颖洁的大力引荐,才让他有了展露头角的机会,从而创作出了专辑《启程》,并荣获第十届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,其中的经典歌曲《五月十一笔下部》,得以广泛传唱。 沈文成非常感激地表示,他,陈颖洁,是我心中永远感恩,感谢的大姐,这次的演唱会我一定会亲自到场站台。 除此之外,沈文成还透露了自己演唱会的神秘嘉宾,原著名歌手丽小花,他表示自己与丽小花都是来自屏东满洲乡的同乡,早前在电视节目中听闻他演唱的《All by myself》,内心深受感动。 两人在电视台偶然相遇后,便毫不犹豫地邀请丽小花担任演唱会嘉宾。 沈文成表示愿意尽自己所能提携后辈,并兴奋地表示,我们要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并欣赏到不一样的丽小花,相信这样做的话,我们的祖先们也会感到无比欣慰。 近日,69岁的沈文成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公布了自己已经离婚20年的消息,这无疑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响。 在上个月举行的演唱会开唱记者会上,沈文成坦白地表示,这段时间以来夫妻二人常年分居两地,生活作息也存在着巨大差异。 最终遭到妻子主动提出离婚,当沈文成无法掩饰悲伤情绪,甚至痛哭到眼睛肿胀到几乎无法睁开时,妻子却反过来鼓励他坚持下去。 据报道,沈文成的妻子在只有他们两人在场的情况下,提出了离婚,他说,孩子已经长大,你喜欢这样的生活,那就随你吧。 沈文成承认自己不适合婚姻,但在签离婚协议时,他泪流满面,甚至无法睁开眼,最后还是妻子安慰他,进来。 沈文成因被误传死亡而引起关注,这位68岁的老人在生日前一天像往常一样去西边钓鱼,结果因为换了一块石头而失足落水。 他本能地伸手支撑,导致左手终止受伤肿胀,他认为这次意外是上天在帮他挡载,并相信遇水责发。 然而,这段经历被恶意的YouTube频道制作成视频,标题为永别了沈文成。 生日前夕惊传不幸意外,钓鱼跌入水中令人唏嘘。 据报道,沈文成在花莲钓鱼时,手机被打爆,原来是有人误以为他去世了。 他对此感到惊讶,但依然保持幽默感,开玩笑说,我死了。 然后提到自己6月24日在台北有演唱会,他的经纪人也忙着接电话,告诉对方他们明天在台东还有活动。 沈文成不仅是金曲歌王,还是演员,主持人等多重身份。 他于1982年凭借首张专辑《心是谁人之》走红,该专辑销量超过百万张,旧情也绵绵,来去台东,等作品广为人之。 2013年,他凭借主持外景节目,宝岛于很大,荣获金钟奖,成为双金歌王。 沈文成始终把音乐当作最大的动力和使命,他认为人生是一段段历程,不是在变老,而是在成长。 因此,他总是把自己看作一名学生,不断探索这个世界,虽然他已步入晚年,但他的内心仍然充满活力,向往回到过去,回到他的起点。 尽管旁人看来他总是行色匆匆,然而沈文成却甘之如頤,认为这恰恰就是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那份充实与满足。 我有事业,有收入,一切都好得难以置信,自幼便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的沈文成,对自然的热爱从未削减。 即使现在已经步入中年,他仍然会在闲暇时光里奔赴西畔,山野之间,与花草树木亲密接触,感悟人生的真谛。 有时候,我们会遭遇沧海桑田般的巨变,熟悉的家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摧毁得面目全非,那种痛心疾首的感觉无法用言语形容。 但是渐渐地,你会发现,终有一天,我们也会如同这些花草一样告别这个世界,然后生命将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绽放。 人生就是如此,我们终究要离开这个世界,只留下一些宝贵的财富给后代子孙。 音乐,无疑是沈文成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,他犹如他的心脏,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着无尽的力量和激情。 沈文成,这位天生的摇滚歌手,深知创作歌曲,演唱歌曲是他肩负的神圣使命。 后来,机缘巧合之下,他走进了安养中心,盼望那些失去记忆的长者,他突然意识到,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患上了失忆症,那该如何面对钓鱼的爱好呢? 于是,他开始积极锻炼身体,学习防老健身操,更为重要的是,他学会了如何尽情地玩耍,只要你能从中领悟到一些道理,那么玩耍就不再是浪费时间。 而且还要懂得奖励自己,这样才能保持前进的动力。 虽然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大明星,享受着名利双收的喜悦,但沈文成也因此错过了许多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。 在一次难得的采访中,当提及前妻和现任妻子都带着孩子远走高飞,定居海外的事情时,沈文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深深触动。 他在镜头前坦诚地表达了这些年来对妻女的愧疚之情,那份真挚的情感让人为之动容。 据媒体报道,沈文成首先坦白道,由于年轻气盛,他与第一任妻子选择了离婚。 尽管当时是两人共同做出的决定,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追溯过去的往事。 唯有当年让女儿跟随母亲的决定,让她悔恨不已,她想要借此机会郑重声明。 那个时候女儿还很小,我常常觉得女孩子不能失去母亲的陪伴,再加上我自己总是四处奔波,无暇顾及家庭,担心无法给予她足够的关爱。 所以最终同意让女儿跟随着母亲一同出国。 回顾过往,沈文成虽然平静地讲述这段经历,但眼神中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落。 沈文成接着透露,对于女儿,我确实感到非常内疚,总会忍不住思考,如果能够陪她一起成长,是否应该为她做得更多一些。 这些年来,这种复杂的情绪逐渐累积,成为了她心中永远的遗憾。 关于现任的太太,沈文成表示,早在1999年,她就同意妻子带着儿子三们移民加拿大,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分居两地的生活。 对此,沈文成深知自己为了儿子的未来所做的决定并没有错,但长达20年的异国恋情并非一事。 她也承认最初确实遇到了不少相处上的困扰。 刚开始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,有时候打电话都会激动得面红耳赤,儿子也会抱怨,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忙,连去加拿大看他们一眼的时间都抽不出来。 幸运的是,在儿子逐渐成长为成熟个体之后,沈文成抓住了孩子升入高中的暑假这个宝贵机会,带着儿子一同外出旅行。 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父子时光,成功地修复了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。 回忆起那段经历,沈文笑着感慨道,那次旅行真的彻底改变了他对父亲的看法。 记得那个时候,我们凌晨三点就要起床,然后坐船出海,可是船摇晃得厉害,我一上船就忍不住呕吐不止,只能躺在床上休息。 然而,爸爸却像超人一样,始终坚守岗位,坚持录制节目。 直到这时,我才真正理解到他平时到底有多么辛劳。 据媒体报道,沈文成曾经痴迷于钓鱼,每周至少要花费五天的时间在大海或湖泊旁,等待鱼儿上钩。 他每天都会早早出门,驾车前往海滩或者河岸,坚持只有钓到鱼才愿意回到家中。 为了满足这种爱好,他甚至将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于购买各种不同类型的钓具。 沈文成在购买钓鱼装备方面毫不吝啬,就如同女性购买名牌包包一样。 在韩国冀州岛,他花费高达五百万韩元购买钓具,而运动服装则需要花费七十多万韩元。 他家里面摆满了四五十根钓杆,总价值超过一百万韩元,甚至连他的豪华跑车宝石节里也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钓具。 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钓鱼的乐趣。 然而,沈文成的这种行为却让他的妻子无法忍受,他甚至一度被赶出家门。 最后,妻子愤怒至极,将他所有的钓具都扔掉了,并扬言要离婚。 回想起这段往事,沈文成坦诚地表示,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幸运的是,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的沈文成,立即向妻子承诺,以后只会在自家附近的小溪边钓鱼,而且每天中午都会让妻子送来午餐,随时向妻子报告自己的行踪。 这样做终于平息了妻子的怒火。 由于长期担任户外登山节目的主持人,导致55岁的沈文成膝盖磨损严重,疼痛难忍,尽管尝试了各种中西医治疗方法。 但病情仍反复发作,然而,自从他开始追逐海浪之后,鱼类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。 海洋也治愈了他的膝盖伤痛,他的汽车后备箱里塞满了鱼具。 他最大的愿望是,如果我的膝盖能够恢复健康,那么我希望能够再次踏遍台湾的每一条溪流,与那些美丽的鱼儿再次相约。